228和平纪念日当天,桃园慈虎蒋公林就遭独派青年颇发红期,初步查出涉案的10人,经警方通知未到案,检方已发出8张拘票,今日下午陆续具体到案,检方调查,涉案的10人中年纪最大仅74年次,其他大多为20岁出头的青年大学生,还有人是台大医科学生, 对此民进党立委许智杰指出,年轻人要为自己行为付出法律责任,但同时社会也给彼此留一个空间,许智杰说,原则上年轻人有自己的理想和想法,入侵领寝破坏这是不适当,应该要面对法律责任,但希望给年轻人机会,告诉他们这是不适当,给他们机会社会彼此留一个空间。 许智杰表示,台湾整个社会会走两个极端,极端都不恰当,理想与现时间有距离,在教育角度来看,应要教导学生学会理解和包容,蒋介石灵请留下来也是一个历史,应该让年轻人知道以前的历史错的地方在哪,历史是不能遗忘,但可以原谅,不需要这么极端。 许智杰认为,教育观点应该教导学生不要走向极端,因往中间路线走,社会才会比较和谐,这是目前国内社会比较欠缺的地方,因此这些青年的行为再行法可以轻一点,只是民法还是要赔偿,为行为付出代价。 民进党立委许智杰,记者许正宏摄影,分享。